如果你觉得骑摩托车特别容易 那我劝你别骑 光2022年上半年 摩托车新增注册登机就超过了500万辆 但是是真的所有的人都适合骑摩托车吗 我看未必 有些朋友甚至连自行车电动车都没心明白 就想要骑摩托车 那我必须要送你一句大实话 你不适合骑摩托车 我很认真的也很负责任的告诉每一位 想要入手摩托车和刚刚入手摩托车的朋友 骑摩托车它真的很危险 重机车不等于电动车 它的车身更重轻则两三百斤重则七八百斤 相较于电动车 它的座高更高操作起来更加复杂 如果自身车感不好协调性差 心理素质不佳的朋友真的不适合骑摩托车 还那些道路安全意识淡薄 自负能力差的朋友也不适合骑摩托车 你要知道摩托车是右包铁 它的伤亡率要比汽车高太多 如果你真的特别想要骑摩托车 除了去正啊八经的考一张驾照 还需要配备正规的头盔手套 户具等等等等装备 如果有条件的 也可以去接受一下正规的安架培训 初次上路找一个车少的地方 让一个老手多带一带 不要在马路上标速度和耍帅 好吗我的包 标速度去赛道 耍帅的方式有很多种 不是非得要用摩托车